歡迎來到 出事啊 今天來到這種懷舊廠啊 算是台中的比較北邊 大甲的邊緣 再過去就算苗栗苑裡了 那這一間呢 在早期早期 我們很早期 我們一群人會甲的時候 到處在找一些台主廝殺的時候 就滿場出現的地方 就是一個懷舊的老場挑戰啊 因為稍微看一下它機台都是我熟悉的機台 你小時候打的嗎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記得開啟小鈴鐺 那今天難剪小姐有出現啦 我們讓它很好剪 今天這個應該難不倒我啦 來去換錢吧 我本來想說要用這一台換 它改成插頭 也不知道什麼意思 欸還是它是頭錢可以充電啦 頭十塊啊那個插座就有電 是嗎 存錢筒喔 啊 電動車充電站 有可能欸 對不對 很神奇的東西 今天的挑戰 我預計 一千塊內 然後我們看能夾多少東西 喔喔假的 不吃了 完蛋了換一張 那擺槽可以換啦 要來的話記得要換成擺槽再來 我是滿想要這隻滷滷米啊 我們夾看看 一開始就要調了是不是喔 對啊 它會浮欸 超軟台 我覺得它會卡爪欸 我覺得它會卡爪欸 欸 斑嗎 沒有 它應該會卡爪 它會有一點帶 我想要直接包 然後讓它帶出來 如果包盒漂亮的話 有沒有 然後紙上紙下 喂 卡洞 然後花錢花錢把它夾下 然後再看這個漢堡能不能來 這個漢堡一定會卡洞吧 我感覺它很胖 但它那個卡爪比這麼夠大吧 這樣要有了啦 喂 怎麼會不會花錢然後把它打錯 嘿嘿嘿 這就是它的方法 喂 藍剪小姐 你等一下怎麼沒剪過了 他一定要頭直直下去 喔好煩喔 有了有了有了 藍剪小姐剪過了 他也要剪過 哇 你夾出來了 還是魯魯米 還是還是進化的快 可是我覺得這一台是好出的啊 我們那個 好大 當然也知道大 對啊 你剛剛夾哪一台 我們去挑戰你那一台 他有夾五送耶 然後還有夾三送耶 還好 還好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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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遇過更多啦 只有 中間面那邊 喂 好厲害喔 我以為他 要夾回來 對 有了 有 有 有了有了 那我們剛剛有夾三個嘛 那我們就可以夾三換 可以洗衣服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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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我們再看一下 旁邊有什麼好夾的 我們再去講 以前沒有這種牌子 我覺得前面那個還不錯 好先合喔 這個啊 還是要壞要壞的 爪子有點不受 有了有了 幫我先合 有了 還可以 還可以 做一個 加獎的 7-7 左邊那個能不能吸出來 這個 越來越空了耶 好像只能用吸的齁 那個耳機就沒辦法吸了 輕的那個可以吸啊 欸 欸 亂補起來了 糟啦 11 11是什麼 欸呦 我們是看到這個公仔齁 第一把 990 蠻丟的 進不去 進去囉 可是我覺得我有機會抓起來 丟到後面然後他就直接上檔板 他下去會有一點轉彎 沒有我就說他有機會丟到那邊 厲害吧 這個鯊魚 不知道好不好夾 吃看看 會不會浮勒 會耶 那那隻草泥馬也有機會耶 如果他會浮的話 這麼簡單耶 有人不在就開始一直出貨囉 喔 草泥馬 試試看 要嗎 看能不能湊出來啊 可是他這個一定身體很重 因為他很大隻耶 哇 還不行 哭鬼耶 有機會耶 先移香蕉 他不是香蕉 他是一隻雞 他哭鬼太扁了 沒有扣點 準備扣到什麼時候 有喔 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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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香蕉 因為我想要哭鬼起來 剛好那個 這個會壓住他 有沒有 剛好他剛剛那個位置 可是現在我只有機會打他佼佼 好 好像要先把鯊魚拿走 阿不然你就卡皮巴拉 我們等一下就打一打 然後不然下面拿 藍剪小姐 就一直撿這樣 一次撿到飽 不然他等下抱怨都沒東西撿 他剛剛一定是覺得沒東西撿 怎麼可以有這種想法耶 喂 然後哭鬼 而且他的臉是不是有點歪阿 但是我發現很正版的哭鬼 其實臉都怪怪的耶 所以意思就是 這一隻有可能是正版的 我跟你講到意思是哭鬼本來臉是歪的 來了 好不然我們卡皮巴拉出一出就好 我覺得這隻會很煎熬耶 找他烏龜 我想要抓他烏龜的那個背帶 要稍微轉一下 這樣才勾得到 有了 稀有獸耶 尼多王 沒錯 可是我覺得甜甜圈不要近 我們是跟甜甜圈講 那大章魚也出不來吧 如果拉起來他有機會丟大章魚 就撿回來了 是有機會的 有沒有 耶 要挑戰尼多王嗎 尼多王嗎 我們四個二三個看能不能把 拉出來 他好像可以抓角角 可是他太邊邊了 我怕前面的那個恐龍先來 不行 走我們來找看看這裡 前面那個好像是 沒有看到那個萬代的LOGO 這個啊 對 你看那個以前那個啊 SD 其實還好 可是這種牌子不好甩 因為他會有顏值 還是我先把他 對他有顏值 那我抓那個水 你看能不能 沒有用 我想要的很裡面 什麼意思 可以 我從這邊拉 這台是可以甩到很大門 好玩耶 醜味耶 這我們換夾熱線 好啊 我們快把前面的平台都做好耶 可以 可以腳前面這個是那個嗎 哇 壞掉了 這不會自己修復 不會 太老了 公仔 來 上面那個是鏈鋸的 你知道嗎 對啊 我以為他會撞到他 我現在剩下30塊 能不能最後的30塊出一隻工仔 喂 就10塊 這個 哇 從邊有機會 好 決鬥 決鬥 哇 阿板得分 所以啦 老跟你說 那麼多盒都是正版的 就這個就是 難怪他放側門 這盒有機會耶 我們還有20塊 等一下再放個200塊試試 好 我先試看看這個 能不能去前面 現在做這樣是有機會丟上去的 我們就是他有機會這樣抓上去 然後敲到那個 我們換100塊 然後試試看這個 趕快丟去那邊 OK 換錢 這裡不知道挖不挖得到 出來 哇 怎麼不要跳這邊 很有彈性 讓他丟 他如果跳這裡就有機會了 現在前面很平喔 有機會 一門入魂 這吧 再一把 來喔 我怕他丟 飛進去裡面 甩打 我怕過不去了 有了 可以 後翻 多花140 還行賺 可以啦 這隻正版的 而且是日版的金證 女帝耶 這也算是老物耶 這裡面最大盒 我們來看一下今天的戰利品吧 好 那我們今天大概花 我們後來又多換了200嘛 對 大概花1200 加了這麼多東西 我覺得還行耶 這間的體感 雖然那台子舊了一點 我們稍微看一下 我決定這一集我們抽出兩位觀眾好了 我們一個送生活用品 然後一個抽公仔 好不好 這一盒公仔拿出來抽觀眾 那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記得開啟小鈴鐺 哪裡還有這種 舊台子或是好玩的地方 記得在影片下面留言 那我接下來每一集的影片上片完以後 在兩週後 我就會在我的IG裡面抽出 記得訂閱我的IG 還有加我的LINE AT 那我們下次影片見 掰掰